大家好,我现在人在Escondido这边 这里有一个BMW and MINI的维修点 宝马和迷你车的维修点 我的迷你车钥匙被我丢了 好烦的 就是这样的钥匙 这样一个钥匙 我停在这里想做一期节目 因为昨天说了一下李静静律师 被一个支那人偏执的支那人杀害的这么一个视频 后面就有人单独跟我聊天 他其实不太赞成我把李静静律师被杀的情况 这个事实归咎于支那人 其实很多人都不同意 我总是一口一个支人 我非常理解 从某种深度上 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同意 其实我内心也不想这样子说 这样这样子说 因为 在很多我的视频里面的观点 其实大家都不难发现 我是试图强行将支人和华人 这两个概念做区分的 其实我也知道 我这样强行区分 依然是有人反对的 就就是不管我怎么做 总是有人反对 这个没问题啊 因为在言论自由的国家 我们都是在逐渐探讨真相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在追逐这个路上 在追逐真理的路上 我们都有可能会跑偏 但是呢 我觉得真理是越辨越明的 所以没关系 都是互相在探讨 所以他今天跟我谈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支人到底是 这个我们最后就谈到一个点子上 到底支那人这个东西是根源于基因 还是根源于文化和教育问题 我当时举了个例子 我说他说人性是一样的 人性没有区别 我就说我对这个观点是持质疑态度的 因为假设把白人黄种人 穆斯林中东人以及这个黑人 以及这个巴布亚辛吉内亚 以及亚马逊原始丛林里面 那些原始人的小孩 从出生起 就放在同样一个家庭下 去教育去培养 他们会产生一模一样的人出来吗 我说的一模一样 并不是说他们哪里都一样 我们不能去走极端 而是说他们会在某种人性 或者文化层面上 能产生一模一样的人吗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就基本能解释 这个支那人或者说中国人 有没有救的问题 其实阿明是倾向于认为 他们会培养出 在文化层面上一模一样的人出来的 所以阿明认为 中国人并不是从基因 或者从DNA上 就已经打上烙印 你们是一群从生物学上 就不可救药的一个垃圾种群 我觉得这样说是非常的不理性 不科学 或者说是仇恨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或者说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些人 他们之所以会变成知知作响 知人知信那种东西 纯粹是一种教育 一种教育和文化 一种东西使然 这个责任 其实不能够完全百分百的 completely 归咎于共产党 共产党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 你以为把共产党推翻了 中国人就摇身一变 突然就变成了西方人那种东西 那是在幻想啊 这还需要若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 才能从文化层面 教育层面 逐渐的让知那人的这种东西消失掉啊 就彻底的残留的东西都消失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 因为不但是重 不但是共产党在在教育 毒害奴化他们的国民 其实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耳濡目染的 在毒化奴 毒害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亲友 你的邻居 中国人在这种大环境下 叫做粪坑环境下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互相毒害 互相奴化的一种环境里面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去谈论脱脂的问题 我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只要人在知国 你想脱脂 就是理论上存在一个万分之一 亿分之一的可能性 一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被彻底脱脂脱出来了 就是他不离开中国 他都可以脱脂 这个概率是千万分之一百万分级 我觉得只要你人在知国 你想脱脂 在现实上近乎于无限的不可能 就连很多人他离开了中国想脱脂 他都要很慢很慢 才能逐渐改掉自己 语言上行为上思想上认知上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各方面 你想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当一个人的年龄 从年龄越大要改变他 要自我革新的困难度会越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人在海外 三代人就是第三代人 就是你的下一代 他还能听得懂你的中文 他还能够不知不觉的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情况 是受你影响的 百分之六七十是已经本土化了 但他还有这个残留 那到了他的下一代 他可能只残留了一丢丢了 百分之十以下 那再到下一代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人在海外要脱脂 那至少也要个三四代人的时间 这是多少年 差不多一百年了吧 那人在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要脱脂 他们要多少年呢 有很多人讲过三百年五百年 是不是 谁叫阿民讲 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能脱得掉 你在一个大分坑大分坑环境下 因为人人类整体上不说支那人 或者说美国人 或者说哪里人 人类本身体上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人学好很难 学坏很容易 人要升华自己很难 人要堕落很容易 所以在一个互相拉扯的环境下 这整体的大分坑环境想变好 在事实上 阿民的推测看来 几乎是无限于接近于不可能的 所以阿民说了 你要彻底的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其实为止是把知人和华人区分开的 华人只是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 而你的血统是来自于中国这个地方 你是从中国这个地理环境下来的 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我说华人的话 但是我说知人的话 是一种精神描述 是共同具有知人的那种状态的人群 他们被我称为知人 我不管别人怎么去说知那是什么含义 说知那含义已经被固定了 你就不要再去创造华人了 whatever 这是你的事情 跟我有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说 我眼中的知人和华人是有区别的 这也是阿民人在美国 一方面要远离知人 一方面我又想尽量的从知人中提炼出一部分 阿民觉得你脱子脱的比较多 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我们更拥抱的是美国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而去谴责反对知人的文化 所以阿民是两条腿在走路 所以说谈到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 之前我提到过只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被西方殖民 我觉得这个方案已经是不可能了 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了 没有西方人已经没有兴趣在殖民你了 他希望的连香港都放弃了 他还能去殖民你整个中国大陆吗 谁有兴趣是不是 曾经英国提出啊 要国际共管中国 其实国际共管中国 把中国切割开 我觉得反而对整个中华民族 我觉得反而是有有利的 结果 没有得到惨 中国还是有中国人在管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要解决 要不就是被殖民 要不就是割裂开 分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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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每一个地方的人自己去跑 自己去拟追 所以我感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有利 如果不同的人 城乡 南北 南方人 北方人 沿海人 内地人 城里人 农村的人 偏远山沟里的人 都捆绑在一起弄 其实大大量的力量被内耗掉了 而不能形成一个合力朝这个目标向前 所以安民经常谈的是合力的问题 所以我又谈到我的团队里面 孙子兵法说的上下同意者 甚 你们一个民族一个种族 只有形成同 就类似于日本的明治维新 至上而下 是同一个力量要脱 脱亚入欧 日本才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人家说日本船小好掉头 而中国是一个大船 掉不了头 因为内部的牵扯力量太多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分裂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广东分裂出去 对不对 让广东狂奔吧 你看广东会奔到哪里去 对不对 那你湖南也好 江西也好 什么鬼 什么安徽也好 河南也好 你们都很牛逼 河南人最牛逼了 安徽人最牛逼 江西人最牛逼 好吧你们都牛逼 OK分开 就像子女一样的 子女你们都觉得很牛逼 是不是我生了十个子女 都觉得自己很牛逼 牛逼去干吧 不要捆绑在家庭里 你们自己去干 各自去发挥 他们就会各自 迸发出各自的能量 所以也许中国分裂起来 分裂了以后 他们每一个省 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特性去发挥到极致 不管你的优点到极致 还是缺点到极致 你们最终都会展现出 你们最最原始最真实的 你们那个地方的人的特色 要么被淘汰掉 弱肉强势你们被淘汰掉 要么你就迸发出你璀璨的这个 这个当当地地域的特性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中国分裂了 是更有利于所谓的中华民族的 所谓的中华民族 捆绑在一起 大部分不是共同捆绑 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社会 而常常的结果是集体进入坟墓 这是阿明的个人观点 我也希望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观点 能帮助我去去理解去解释 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亚裔所谓的几千年文明的 这个民族是怎么了 怎么玩到现在还是这么low 这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很多人说 阿明你成立一个政党反攻大陆 有毛病啊 我对反攻大陆压根就丝毫 没有任何的一丁点一丢丢的兴趣 我觉得人呢 每个人能把自己的人生建设好 能顺便关照好自己的家庭 顺便关照好自己的伙伴们 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能把自己的企业精英 能正常的纳税 是吧 能帮助所在地所在国建设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还说什么反攻大陆 我觉得谈大口号的人啊 他不是蠢就是坏 我觉得 大部分中国人他如果他一谈大口 就好像海外民运组织 嗯 他们不是能力差 就是 不是能力差就是智商低 要不就是人人心叵测 有很多民运都被渗透掉了啊 所以这是令阿民觉得很失望的一个 一个事情 好了有点 我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就到这里吧